哈喽大家好,我是火星小焦 今天这一期呢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好看的 金氏马甲背心 一个红色的,还有一件黑色 先打开这件红色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马甲呢还挺好看的,非常简单啊 它这里有单排扣的设计,有四粒扣子 是同色系的扣子 很有质感,而且它是这种坑条设计的 非常简约 看一下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 全部都是这种坑条设计 非常百搭啊,配任何衣服都是可以的 牛仔衬衫啊,或者是白色T恤啊 黑色T恤都是可以去搭的啊 基本上打底线都是可以去搭配的 它有三个颜色,我买了两个颜色回来 买了一个这种红色,还有一件黑色的 这件真真马甲呢摸上手呢也非常柔软啊 它关键是它的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 而且它质量呢,大家看一下做工,都很工整啊 非常好看这款,这款是红色 我觉得不会显得很突兀啊 这个颜色实物会比较好看一些 视频里面拍的会有点亮啊 我再看一下黑色 这件微领设计呢非常显瘦 也可以叠穿一些翻领的衬衫 还有那种荷叶领的,一些海军领的呀 都可以叠穿的啊 叠穿出来会非常有层次感 而且它的版型呢这种直筒呢就比较遮肉啊 又显瘦 现在我们把这脸件衣服呢 试上身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 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这件黑色马甲呢 叠穿我这件衬衫也是可以的 非常好看 这件是常看脸穿的效果 我们把它扣上 好,扣上就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啦 穿上身的效果非常好看啊 又显瘦,而且又白搭 叠穿一个这种翻领的话 会有更有层次感一些 我们再换一套试试 里面叠穿了一个这种衬衫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下面我就搭配了一个半身裙 黑色的话比较百搭啊 整体呢也是比较显瘦一些 敞开来穿呢就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这件马甲的话是比较使用的 春秋季节都可以做衬衫的一个外搭 我们再试下红色 好,红色已经穿上了 搭配一个米白色的衬衫 我觉得是刚好 我们来看一下整体效果 下面还是搭配这件裙子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总的来说呢 这件马甲还是很好搭配的 搭配一个包包 这样一套窗也非常好看 学生党上班族都是可以去入的 这件马甲呢既评价又实用 喜欢的解明千万不要错过哦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